來我們往下來看就是 如果我們要做這個機目的偵測的時候 你從這邊 其實這裡已經有一個範例寫好了 有沒有 可以先打開沒關係 如果你不想要全部都重來的話 那你注意一下老師簡報上其實有跟各位提一下在這裡 就是這個超音波的偵測距離大概是這樣子 那記得如果你偵測 你發現說奇怪 我怎麼好像超過比如說 六七十公分以後 好像就 它就偵測不到了 就可能是你的電壓不足 所以我們剛剛如果你都有接到5伏特的話 應該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麼超音波它因為要發射跟接收嘛 所以它那個接收的這個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毫秒 我們上次有講過 一秒等於幾毫秒 一百還一千 一千對不對 所以五百的話代表0.5秒對不對 所以它的 就是說你如果射太短 小於兩百 它有可能就是因為太快了 太快了可能就 那個就準確度會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大致上是兩百到一千左右啦 我們的偵測的那個擷取的範圍 好 你看我這邊打開了 然後呢 我就來這邊把我的這個進來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一樣的 對不對 你只要填上 記得先從右上角怎麼樣 把你的ID填一下啊 確認一下 你的設備到底有沒有現在在線上喔 好 確認有 所以我就拿這個 接進來 那你先 確認一下 你的這個 是不是設定正確的 有沒有跟它一樣 有沒有跟它一樣 好 有沒有跟它一樣 我們首先看一下 因為超音波會有回傳數值嘛 所以說它是屬於什麼 原件還是感測器 它屬於哪一個 傳感器對不對 在這邊 有沒有 超音波 所以使用的方式都差不多 就是先設定好 我有一個這個 傳感器 那它的傳送跟接收是哪一個角位 確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從這裡去做擷取的動作 那下面這邊會有一個 有沒有 一個積木 就是我到底偵測到的距離是多少 好 它單位是公分 單位是公分齁 所以 好了之後 你看 像我們這樣 我就先測一下 那測一下的話呢 現在是0 我們來這邊看 如果我放在這邊 擋一下 欸 沒有出來 好 老師這邊剛剛真的有接收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好 那你先看一下 現在這個距離 你看我手擺過來 有沒有 那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不確定哪一個是打出去的 哪一個回來 你就擋住一個看看 有沒有發現這個 好像擋住之後 距離變得好遠 變1000多 有沒有 代表什麼 這個是發射的 因為你很近啊 它碰一下就回來了嘛 這樣你了解嗎 好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你擋另外一邊 有沒有 這個距離不會變 不會變太多 這樣 OK 所以我們這個呢 它測的距離大概就是200 200以內 大概200以內 那超音波可以像這樣完了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搭配你的 比如說你的光明電阻啊 還是三色的LED燈啊 比如說距離多少的時候 我亮什麼燈 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倒車雷達啊 你也可以搭配風明器 對不對 搭配風明器 但是我們現在搭配燈也可以啊 欸 比較近的時候 燈就亮紅燈 比較遠的時候就亮綠燈 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齁 所以呢 等一下 我們就把兩個板子合起來齁 左右同學 一起玩 好不好 一個負責提供 三色的 三色的那個LED燈啊 然後一個負責提供 超音波 這樣好不好